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 那么 现在呢,开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JAL环境的一个下载 开发环境的下载安装 以及这个环境变量的配置 以及测试,简单我们做个测试 那么在讲这个 在下载我们的开发环境之前呢 先给大家讲几个概念 讲完之后呢,我们再去 再去下载 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 JDK JRE JVM 他们三个的一个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看JDK的这个全称 JDK叫什么呢 Java Development Kit 就是Java开发工具包 Java开发工具包 那么JRE叫什么呢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就是Java运行时环境 JVM呢 叫Java Virtual Machine 就是Java虚拟机 那么他们三个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三个可以是 是包含的关系 也就是说 JDK里边呢包含了JRE JRE里边呢包含了JVM 关系是这样一个包含的关系 那么他们三个各自是什么呢 我们呢 这要从什么呢 看这张图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看这张图 大家看这张图 这里边我们显然看到 大家看 在这个最 这里边最下部有一个胶 Java虚拟机 大家看到没有 Java Virtual Machine Java虚拟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块呢是虚拟机的内容 虚拟机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外面是不是有个JRE 大家看 是不是有个JRE JRE里边呢包含了其他的东西 对吧 其他的一些组件 对吧 AWT Swing 对吧 Java WebStar Java什么2D 对吧 好 Java Imagi IO 等等等等 它包含了一些 其他的一些什么呢 组件和类裤 这里边呢 包含了 又包含了我们的什么 Java虚拟机 Java虚拟机呢 是用来执行我们的 Java自建网文件 那么JRE呢 它可以什么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 对吧 加载一些外部的环境 对不对 好 让我们这个Java程序 对吧 更好的运行起来 所以它是这样的 一个包含的关系 那当然我们后面会 今天的第一次见面 对吧 后面我们会 我们会理解的更深刻 今天这些东西 大家不要看 右面的东西 大家先不要看 只要知道 参户三个的关系 就可以了 JDK 大家看JDK JDK 大家看是不是又包含了 他们他们两啊 而且又多出一些 自己的东西 像JavaC JavaDOC 对吧 Java APC 等等等等 包含了很多 这样其他的功能 其他的组件 那么我们一个Java程序 要跑起来的话 它需要一个GRE的环境 Java运行式环境 这个环境可以很小 对吧 但是如果我要开发 Java程序的话 我要开发 Java程序的话 我就必须要有什么 必须要有JDK JDK里面呢 提供了很多的工具 听懂了没有 提供了很多的开发工具 和API 帮助我们去什么 去这个 去写程序 对吧 去调试程序 所以如果是开发者的话 如果你要开发 Java程序 那你必须要安装什么 JDK 那么如果你是什么呢 只是说 现在目前有一个 Java程序 对吧 你要把它跑起来 运行一下 那有JRE就够了 有JRE就够了 JRE很小 对吧 JRE当然这个 有个不同的版本了 有的很大 有的很小 对吧 小的时候呢 可以只有几十开就可以了 听懂了没有 所以 这是他们三个的一个区别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今天呢 因为是我们刚入门的课 大家只要简单了解 他们的区别即可 不需要去深入去看 每一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没必要 后面我们都会学 好吧 后面我们大部分都会学了 好 这是他们三个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如果要 我们如果要这个 开发加入程序的话 那我第一步需要干什么呢 就去下载 下载我们这儿 这个GTK 对吧 进行安装 进行安装 安装好之后呢 才能开始开发 我们的这个加入程序 那么好 当然这个GTK 说白了也是个软件了 好吧 也是一个软件 是这个Oak公司 对吧 开发这个软件 对不对 或者叫上公司 对吧 现在我个人习惯还是上的 因为上的公司说多了 对吧 上 被Oak说过之后呢 当然也可以称之为Oak公司了 一样的 好 那么 当然关于虚拟机呢 我们要简单聊一聊 关于虚拟机 我们要简单聊一下 因为虚拟机 是什么 对吧 它是干什么的 简单看一看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Java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跨平台 对不对 我希望 因为Java写的程序 对吧 可以在Linux上面跑 对吧 可以在哪里跑 可以在Windows里面跑 对吧 可以在什么 苹果系统里跑 各种系统都可以 那么 显然大家注意啊 这些系统 对吧 这些系统 是不是本身是有差别的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呢 这是怎么样解决这个差别 所以呢 在这个 在我们这儿运行加入程序的时候呢 在每一个 在每一个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程序里面呢 都会包含一个什么 包含一个加上虚拟机 加上虚拟机 也就是说 你这个加上程序过来之后呢 到了这之后呢 你并不是直接跟操作系统打交道 而是经过什么呢 经过加上虚拟机来做 经过加上虚拟机来做 啊 这个图大家手绘的 比较难看 大家伺候看 然后呢 当然这个虚拟 大家注意啊 虚拟机呢 是由三个公司 对吧 或者叫奥尔克公司呢 提供的 它有Windows版的虚拟机 它有Linux版的虚拟机 对吧 它有苹果系统版的虚拟机 也就是说 系统的差异 是三个公司 帮我解决了 它写了 针对不同的系统 它写了不同的虚拟机 然后呢 我们的代码 这儿保持一致 你把代码给它以后呢 它做解释 解释成 针对不同操作系统的代码 它才用这样的方式来 这个 处理我们这个 系统差异的问题 那么显然 这样是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三个公司呢 对啊 它确实很累 对不对 它写了三个版本 或者写了几十个版本 但是问题是 它写完之后呢 其他人对吧 其他人就轻松了 其他人只要专注于代码 本身就可以了 我写 写加入代码 而我不需要 关注系统差异的问题 因为差异问题呢 由这个 三个公司呢 帮我解决好了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加弱 加弱这个 语言 对不对 它解决这个 我们这个 操作系统差异的一个 基本的思路 那么显然是非常有优势的 显然非常有优势 所以呢 大家注意 大家想一下 我可以在各种系统上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虚拟机 那么虚拟机本身呢 叫什么 就虚拟计算机嘛 对吧 它虚拟计算机 是一个虚拟计算机 那么大家想 它也是个软件 大家想一下 我可以写这么多 这么多种虚拟机 那么你要写这么多种虚拟机的话 好 上一公司呢 要首先 你不能乱写 对不对 我的虚拟机 你写的时候不能乱写 对吧 你不能说 你想这么写 就这么写 所以呢 上一公司呢 首先定义了一套什么呢 加弱虚拟机的规范 就JVM规范 就上一公司呢 定义好 定义好之后呢 其他人 包括商业公司自己 对吧 其他个人 其他公司 针对这个规范 就可以写什么呢 写出不同的虚拟机的实现 对吧 我可以用CVM写一个虚拟机 我也可以用加弱本身写一个虚拟机 对不对 我也可以用别的语言写 C++写 对不对 我可以用什么 甚至用其他语言 对吧 甚至极端的 极端的 更极端的 可以干嘛呢 可以用 用芯片来实现 我把加弱虚拟机规范 对吧 这些逻辑呢 我又直接固化到我们电路里面 电路芯片里面 这样速度可以很快 所以呢 当然以后工作以后 你会发现 对吧 你会发现呢 虚拟机呢 并不只有一种 对不对 当然我们一般情况用的是什么呢 是上官方的这个虚拟机 对吧 但是也有可能用什么 用IBM的 IBM公司的 也有可能用什么 用BEI 对吧 他们其他公司的虚拟机 对吧 有的虚拟机呢 写那个并发性 并发控制上 可能比 比上官方提供的虚拟机 还要好一些 听懂了没有 这个当然我们后面 在这个工作中 可能会遇到 所以这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是虚拟机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加入的核心优势 是跨平台 那么跨平台 跨平台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 对吧 怎么样跨平台的 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虚拟机来做的 但是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核心的原理记住 那么虚拟机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规范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写不同的实现 对不对 可以用软件实现 也可以用什么 用硬件来实现 就是我们所谓的 对吧 比如对吧 我们可以写到 把这个虚拟机的内容 写到芯片里边 固化芯片里边 也可以 OK 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咱们继续往下走 这张图呢 就充分的说明了 我们这个整个 加入的一个执行的过程 目前因为还没有 我们还没有写 加入程序 对不对 所以简单看看就行了 后面咱们写完之后呢 再回头再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内容 这是我们自己 我们程序员写的 加入代码 一个文件 写完之后呢 通过编译 对吧 就通过编译器 对吧 加入compiler 对吧 然后呢 编译成字节码文件 class文件 然后呢 把这个class文件呢 再给谁呢 给我们的虚拟机进行 进行执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虚拟机 JVM for Linux for Windows 对吧 for Other 其他平台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的虚拟机呢 一个平台 一个版本 对吧 由三个公司呢 来做我们这个 解决差异的问题 这张图片呢 我们一会儿呢 讲了这个 Hello World 对吧 Hello World 以后呢 回头再看 再看一看 好 咱们继续往下走 那么下面 我们就要开始干嘛了 讲了 简单聊聊了 JDK JRE和JVM的区别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干嘛 来下载JDK 进行安装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 就可以做开发了 那么首先第一步下载 去哪里下载呢 当然大家可以去官网 去官网下载 那么官网 现在是Oracle公司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Oracle 这个公司的官网 Oracle.com 这是我们Oracle的官网 好 大家也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最新的是什么 加上7也出来了 加上7也满期 对吧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 我们去点一个下载 有download 对不对 download 打开之后呢 好 大家看 download页面里边呢 有一个右侧这 对吧 有个导航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个JR 看到没有 当然Oracle公司呢 有很多产品 最著名的是数据库 Oracle数据库 对吧 当然他也收购了 MySQL数据库 对不对 他有很多的产品 还有一个 对吧 Solaris 对不对 Solaris系统 Solaris 很多这样的产品 不合理 对吧 大家看 我们目前呢 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 咱们只关注JR 后面其他几个呢 我们后面也会学 打开这个JR这个链接 这有JR1E 就加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JR企业版 对不对 上次课就给大家讲JR企业版 对吧 JR1E 对吧 V系统版 当然我关注的是什么呢 关注的是这个JRSE JRSE 点击打开 好 大家看JRSE这儿呢 我们可以干嘛呢 去下载 相关的版本 最新的是我们的JDK 大家看JR平台 JDK7U21 7是表示我们的7 JR7.0 U呢 是Update 更新的 对吧 更新版 对不对 更新版 7U21 相当于7.1了 好 你可以在这儿干嘛呢 当然我们可以学习的时候呢 你可以下什么 下载最新版本 JR7 好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什么呢 点击这个按钮 进入下载页面 好 大家看一下 打开之后呢 这里边有 当然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 对吧 当然我们接受 它的什么 它的协议嘛 你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干嘛 接受 对不对 Accept 接受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有很多的什么 JDK的版本 有Linux版的 对不对 Linux32 Linux62 64 对吧 苹果的 对吧 看到没有 Solaris的 对吧 Solaris也是一个超级系统 32 64 我相信对于我们大部分 大部分人来讲的话 应该都是 WindowsX86 就是32系统 对吧 或者是什么 64系统 那么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系统呢 下载相应的版本 下载相应的版本 那么怎么看自己系统是多少位呢 单击这 计算机这 属性 好 这里边就给我们系统的介绍 64还是32 然后呢 我们进行什么 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大家看 在我这是64位系统 那我就干嘛呢 点这 进行下载 如果是32位同学呢 就点这就可以了 下载它 进行安装 点击 好 对吧 提示你进行安装 当然我这因为已经下好了 我就 对吧 我就不再下一遍了 取消 好 下载完成之后 对吧 下载完成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呢 就需要进行安装 好 我可以打开我们这个 刚刚下好的一个程序 我下的是 对吧 我这给大家都下了 下了GDK6的 6的32位的 然后呢 GDK6的64位的 GDK7对吧 32位 GDK764位 都给大家下好了 大家也可以来我们什么呢 来我们论堂进行下载 好不好 然后我们这呢 安装一下 64位的这个 GDK7的7这个版本 好 点击是 好 在这呢 我们就 对吧 跟安装普通的 就是一回事 对吧 疯狂的点击下一步 就可以了 下一步 在这呢 指定你安装的位置 我个人建议呢 大家也不用什么 D盘E盘的 这样换了 就选用C盘 默认目录就可以了 对吧 他不至于说 让你去安装C盘的话 就让你的性能很慢 对不对 不至于 大家就默认这个路径 就可以了 我就不动了 当然如果你特别想改的话 你也可以点这进行更改 好 下一步 点击安装 安装呢 需要 需要等一段时间了 当然我这儿的安装速度 要比大家的快 因为 本身电脑配置比较高 然后呢 而且是固坛硬盘 对吧 可能会快一些 在你们那儿可能需要 稍微等一会儿 然后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GDK装完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他需要什么呢 他要安装一个什么 GRE 对吧 GRE期 那么GRE我们应该不陌生了 刚刚给大家讲过 对不对 GRE是什么呢 Java运行师环境 对吧 我们这个也需要进行安装 点击下一步 好 这是大家 这是一个安装的进程 对吧 好 他打了广告 这是什么 3 billion 对吧 3 billion devices 什么 Java 那么 3 billion 是什么意思呢 好 允许 好 3 billion 30亿嘛 对吧 30亿这个设备 使用GRE 我估计都不止30亿 来 然后呢 装完了 安装完成 点击关闭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过程 那么 注意 GDK呢 安装完之后 还不算完 那我们下一步 还需要做什么呢 还需要配置 相关的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的配置 这也是我们需要的 那么 环境变量怎么配 好 很简单 大家跟着我的步骤来 就可以了 我这就能用器系统 那么 大家如果还有人用XP的话 应该 应该差不太多 好吧 差不太多 计算机 对吧 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 单击右键属性 好 这有个选项卡 高级系统设计 设置 然后会出来一个什么呢 出来这样的一个面板 对不对 选高级 对吧 这个环境跟XP的差不太多 然后呢 选什么呢 环境变量 打开 在环境变量里边呢 做什么 增加我们的什么 配置 按照我们这的 按照我们这的步骤来讲 我们干嘛呢 首先需要设置一个什么 Java Home Java Home 这是我们一个 大家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 Java Home 就是你刚刚安装的这个JDK的路径 首先我们找一下 刚刚我们安装的路径是在这个地方 C盘 C盘 Program File 然后呢 Java 对不对 好 这有JDK7 对吧 还有刚刚你也看到 还有JRE7 看到没有 JDK7打开之后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什么 有相关的目录 对吧 相关的目录 当然目前这个目录的含义呢 我们先不要理他 大家只要先知道知道一个B就可以了 B目录 B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Binary的缩写 Binary 二进制嘛 这里面放了一些EXE文件 大家看到没有 放一些EXE文件 那么这是我们经常使用的 像这里面的Java CJava 对吧 我们会经常去调用这个 这些EXE文件 那么所以呢 大家只要把这个 把这个路径 把这个路径 Copy 对吧 Ctrl C Ctrl V 对吧 Ctrl复制一下 作为我们的这个 Java Home的一个值 注意这里面的Java Home呢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变量而已 听懂了没有 并没有多么神奇 就是一个变量 那我们只要增加一个变量值 就可以了 注意下面新建 新建系统变量 新建一个 叫做什么 Java Home 好 那么建议这儿呢 大家使用大写 大写呢 可能更加清晰一些 好吧 更加清晰一些 然后呢 把刚刚你这个 复制的那个路径 粘过来即可 注意这儿有个问题 粘过来以后呢 大家 不要画蛇天足 在后面加分号啊 加豆号啊 什么都不要加 粘过来就不要动了 不要画蛇天足了 点确定 好 这样就Java Home 就增加完成了 注意 增加完成之后呢 还没完 还要做下一个配置什么呢 配置一下Path 对吧 Path呢 因为我们大家注意啊 Path这个变量非常有用 我们操作系统呢 执行一些命令的时候 对吧 它都会在这个Path里边呢 寻找相关的可执行文件 寻找相关的可执行文件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呢 好 很简单 将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个路径 叫B目录 对不对 这里边有很多的EXE文件 对吧 我希望呢 我的系统呢 对吧 呃 我们的这个控制台呢 可以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目录下面的EXE文件 那么你要想 想让它找到的话 非常简单 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代码 把这个路径 Ctrl C 对吧 然后呢 再进行什么 增加 增加到我的Path里面就可以了 来 选中这个 大家注意 它已经有这个变量了 不需要你新加了 直接选择 进行编辑 然后呢 在前面 大家注意啊 这里面可以加很多的目录 目录和目录之间呢 使用封号隔开 这是个封号 朋友们注意 这是个封号 然后呢 在封号前面呢 Ctrl V 把你刚刚这个路径 粘过来就可以了 听懂了没有 粘过来即可 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 这个路径 就这个字符 这个目录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配好的 那个 Java Home 指向的目录呢 没错 指向的Java Home 所以呢 更加标准和 更加好的配置方式是什么呢 在这儿引用Java Home 那个路径 就是不要跟这儿写死 当然这样做也可以 你点击确定 就可以用了 也可以 但是一般建议呢 一般比较更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在这里边 引用Java Home 那么怎么引用呢 显然 有的人说老师直接写这个Java Home 行不行 不行 你直接写的话 他认为他以为是什么 对吧 他以为是Java Home 是一个字符串 是一个 这个这个 某一个目录名字 对不对 他可能不好找 所以呢 这是承用一个固定的格式 来进行引用 百分号百分号 前面加两百分号 就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说 我这儿引用了什么 引用了另一个变量的值 叫Java Home 就相当于把 大家刚刚配的那个C盘 对吧 什么 这个这个 相当于把这段代码 对吧 Java Home不是引用的这个吗 相当于把他 对吧 给谁呢 给我们这儿 听懂了没有 相当于把他给这儿 然后呢 这样写了就可以了 两个百分号 把Java Home扩起来 对吧 然后呢 杠并 注意这儿呢 别丢了 别丢了这个杠 听懂了没有 不要丢了杠 然后呢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好 采用Java Home 这样的方式呢 是最标准的那种配法 因为我们后期呢 可能会什么呢 可能会这个 使用这个 对吧 使用一些服务器 比如说Tomcat 对不对 小Tomcat的服务器 对吧 他可能会去调用什么 调用Java Home 这个变量 所以大家现在呢 目前呢 现在你把这个Java Home 配到这儿的话 就一劳永逸了 以后呢 使用一些跟Java开发 相关的软件的时候呢 就一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咱们再走 这个配完之后 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注意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 如果大家去看书的话 你就去买书看的话 可能很多书上 都正在写了什么 配完PASS之后呢 再配置一个叫什么 叫Class Pass 对吧 Class Pass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在GDK5.0之前 对吧 5.0之前呢 是需要做这样的配置的 因为GDK呢 不会去 不会去当前路径下面 找相关的类 对吧 你需要去指定一下 但是5.0之后呢 对吧 GDK也在变嘛 GDK从1.0到7.0 变化很大 对不对 越来越好 对吧 性能越来越高 而且用起来越来越容易 所以呢 5.0之后呢 我们它会自动去找什么 找相关的类文件 所以Class Pass可以不配 明白了吗 可以不配 好 现在我们配置完成了 安装也安装好了 对吧 配也配完了 下一步呢 我们又干嘛了 简单错误测试 到底有没有搞好 到底有没有搞好 大家开始 对吧 在这里边 输入框里面输入什么呢 CMD 对吧 当然 如果大家用的是XP的话 你可以点什么呢 点运行 运行里面输入CMD 也一样 打开这个窗口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边呢 我输入一个 输入什么呢 输入一行代码 叫Java 对吧 好 大家看 如果你输入Java的话 出来一个关于Java命令的解释 大家看到没有 那就对了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安装完成了 DDK已经装好了 当然咱们这个书上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Java-version 那么-version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刚我输入这个命令的时候呢 下面是不是有很多参数啊 对吧 -D3-D4-64对吧 很多这样的参数 那么注意到一个参数叫什么 叫-version 叫输出成品版本 并且退出 看到没有 好 也就是说我在这儿呢 可以输入一个什么 Java 空格 -version 就输出我们Java的版本号 回车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它输出的是什么呢 是Java-version 1.7对吧 -0什么-21 我们刚刚下的是不是7版本的 update21呢 对不对 update21 然后它也告诉你 安装的什么 对吧 我们运行是环境的一个版本 对吧 run time environment 对不对 好 它的一个版本好 64位的 看到没有 64位 好 这样就证明我们的JDK 安装完成 注意 如果 大家一会儿去自己做的时候呢 如果 如果你在这儿 对吧 敲了个什么 Java什么什么 然后出来告诉你说 Java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 它报了个错了 大家注意 报了个错了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的环境变量配置是错误的 你好好检查一下 按照我那个流程再走一遍 然后注意 你流程走完之后呢 走完之后呢 你一定要干嘛呢 把这个窗口关了 对吧 再测一次 让它重新加载一次 明白了吧 因为你修改完环境变量之后呢 你必须要重启窗口 重启之后呢 它才能让修改完环境变量生效 听懂了没有 所以不要再一直在这儿改 对吧 关了重来一次 重启一下 重启也是我们 对吧 解决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好 那么我们的JDK的 这个安装 下载安装 以及这个配置 咱们就讲到这 大家呢 花点时间 把它 对吧 把这个 把这一步做好 一定要注意安装的时候呢 注意那个 下载的时候呢 注意32位和64位的区别 看你系统是什么 当然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系统是64位的话 你安装32位的 也是兼容的 也没有关系 听懂了没有 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 听听懂了吗 注意 这一会儿 准备 感谢观看